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清西陵的泰东陵 因为这座泰东陵并不是一个开放景区 所以周围并没有看到游客 而且这座泰东陵附近的管控也是比较的严格 前面就是泰东陵的两座巢房和两座班房 最高的那座建筑就是隆文殿 这边是神厨库 是祭祀时制作和存放供品的地方 整座泰东陵的主要建筑 由南到北依次是一座三孔的施工桥 和三座蓝板平桥 后面还会有东西的下马牌 巢房 班房 进入隆文门可以看到一座隆文殿和两座东西配殿 然后通过三座陵寝门 就可以看到十五宫 方城 明楼 宝城 以及最后的宝顶 而宝顶的下面就是地宫所在 这座泰东陵虽然是一座后陵 但是它与其他的皇后陵相比 却有几点独创之处 首先在隆文殿的阅台上 是设置了铜鹿以及铜鹤 这我们乍一听并没有什么特别 其实在太东陵之前建成的朝夕陵和孝东陵 这隆文殿的阅台上只设置铜鹿一对 而这的太东陵却又增设了铜鹿和铜鹤 这很明显这是仿照地陵的制度 而太东陵之后修建的各个皇后陵 也是分别增加了铜鹿和铜鹤 所以说这座太东陵 也是为以后的后陵开成了铜鹤 而第二点 这座太东陵是首创大殿内 东暖阁建佛楼的制度 在太东陵之前的皇后陵 以及皇帝陵 他都并没有修建佛楼 而这座太东陵 却在隆文殿的东暖阁建了佛楼 为一层 这根本的原因 可能就与萧盛宪皇后 笃信佛教有关 从此之后皇帝陵就都建了佛楼 那么这第三点就是关于太东陵地宫的一些内容 去过乾隆皇帝玉陵地宫的朋友 应该知道 这个地宫内是捐刻了经文以及佛像 很多的朋友也就以为是乾隆皇帝 第一个在地宫内捐刻经文佛像的 但事实上 这座太东陵的地宫也捐刻了经文佛像 而且太东陵可是要比乾隆皇帝的御陵早六年而建 从这几点来看 这座太东陵可不是一般的一座皇后陵 说到这里就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传奇的牧主人孝胜宪皇后的一生 孝胜宪皇后纽胡鹿氏 出生于康熙三十一年 她是满洲的湘皇旗人 父亲是四瓶的典仪官加封一等传人公的灵柱 而她的天祖父是康熙时期四大俯臣之一厄比龙的曾祖父 叫阿玲阿巴岩 他也是出生名门 在康熙四十三年 他被指婚给了当时二十六岁的印珍 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但是他的身份仅仅是格格 在康熙五十年 他生下了皇四子弘历 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按理来说母平子贵 他的地位应该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但是在此后的十一年内 他的身份依旧是格格 而在乾隆皇帝十岁的时候 他的命运迎来了转机 弘历跟随他的父亲雍正 去见康熙皇帝 这康熙皇帝一见 他的这位皇孙弘历非常曾有过人 也是十分的喜爱 到了后面 就接弘历去皇宫读书 亲自去抚养 他曾经对这个纽护鲁士说 你可是一个有福之人 为此这个纽护鲁士 就更得雍正皇帝的恩宠 在雍正皇帝继位之后 这个纽护鲁士就被封为了西妃 而到了雍正八年 又被封为了西贵妃 但是却并没有行册封之礼 到了乾隆皇帝继位之后 纽护鲁士也是母平子贵 被乾隆皇帝尊为了皇太后 乾隆皇帝也是专门为这位母亲 修建了寿康宫作为太后的遗养起居之所 在乾隆元年建成 之后寿康宫就成为了清代皇太后居住的宫殿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 他是非常爱出巡 曾经四次南巡 四次东巡 还三次去过五台山 这些大型的出巡活动 他都会带着他的母亲 并且在平日里是与他的母亲左右不离 在这位皇太后六世大寿的时候 乾隆皇帝也是率领王公大臣 行礼庆贺 并且在之后七十八十的典礼 一次比一次隆重 在这里就特别说一下 这位皇太后的八十大寿 当时年已六十的乾隆皇帝 还穿着彩衣倒舞 亲自也是表演个节目 使得这位皇太后 享尽了人间的俘虏兽 从设解事情就可以看出乾隆皇帝 对这位母亲十分的孝顺 在公元1777年 这位孝顺县皇后去世 终年八十六岁 乾隆皇帝在当时是非常的悲痛 举国致哀 在乾隆42年的4月25日 将孝顺皇后葬入了太东陵的地宫 在孝顺县皇后去世之后 乾隆皇帝还做过一件事 他为了怀念自己的母亲 就特意命人去打造了一座金塔 专门用来安放 他的母亲留下来的头发 所以这座金塔也被称为金发塔 由此可见乾隆皇帝 对自己的母亲 是有深深的敬仰之情 并且制作这座金塔 所用的花费 达到了三千两黄金 就放在寿皇宫皇太后生前 诵金念佛的东佛堂内 做这样一件事情 也更能表现乾隆皇帝 对这位母亲深切的怀念 而这座泰东陵 能有如此宏大的规模 自然就顺理成章 不言而喻了 好了 那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也欢迎大家点赞加关注 那咱们下期的欧游之旅 再见吧 咱们下期的欧游之旅